近日刘涛现身广东关窑镇拍摄新戏面朝大海 网友po出了几张路透照 照片里的刘涛梳着大波浪卷发 身穿一件80年代最流行的大花裙 脚上穿着一双高跟鞋走在去工厂的路上 刘涛端庄稳重的气质将这件大花裙驾驭得特别到位 40岁的刘涛看起来一点也不油腻 网友们也都夸他整个人看起来特别有味道 最近迪丽热巴在微博中晒出自己的一组美照 照片中热巴身穿绿色斑点连衣裙 头上扎着两个小辫子 戴着帽子十分秀气 阳光下的迪丽热巴皮肤白如雪 拥抱着自己享受着阳光 他还在微博里写道 今天是你们的橘子女孩 网友纷纷评论说太美了女神 7日谢娜发微博放出好言称三个月练出马甲线 现在可以慢慢开始锻炼了 在这里和大家立一个约定 明天就是从6月8日开始 三个月练出马甲线 时辰一到我在大本营秀出 如果没能成功我就直播道歉 说我是大话精 哎呀我可能疯了这么逼自己 看到谢娜的发文后网友纷纷留言 你现在已经很瘦了 健康就好了嘛 反正你怎样都好看 娜姐真棒 等着你的马甲线了 不过身体最重要哦 天呐 马甲线期待期待 练不出直播卖萌就行 娜娜我刚吃完宝宝的时候也挺胖的 但我很快就瘦下来 我相信你再过两个星期就能跟我一样瘦了 两个星期啊 真的好瘦了 现在已经 对真的很瘦了 真的很棒 感谢观看